放假了 一起来关心到天气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到 在卫星云图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 台湾的附近东部海面 这边是有两个热带的天气系统 首先是这个Z Gwendo 附近的今年第17号台风燕子 未来预估会往偏北的方向来走 朝日本前进 对台湾没什么影响 而要注意的是热带性低气压TD22 其实预估它现在最快 在今天的白天 就会增长成今年的第18号台风 也就是山陀儿 而且预估在周一开始 正会慢慢地接近台湾 所以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 在周二周三的时候 会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不排除会发布海上 甚至是陆上警报 而从前世路报图 我们可以看到了 山陀儿台风 其实它的路径 会先往南朝菲律宾来移动 接着会往上来转弯往北 而对台湾的影响大小 其实就取决于它的转弯角度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打钩的样子 如果主要那小度比较小的话 路径往东一些对台湾的影响就好 但相反的 如果转弯的早度比较大 也就是路径比较靠西 比较靠台湾的话 就会对台湾带来比较多的风雨 预估接下来会从台湾的东部海面北上 在下周一到下周三 为台湾带来长风豪雨 而相续的这样的状况 我们一起来了解到 其实这两天 东北风增长 跟准台风的外围云气的影响之下 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都持续有短暂的震雨或者是雷雨 尤其北部地区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 而加以南的部分则是要注意 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下起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而接下来刚刚说到 在下周一到三的时候 这是台湾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时间点 这次准台湾预估风雨不少 下周一会先是北部跟东北部比较有感 那是东部地区可能会有震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形 而接下来两天雨势会越来越大 中部以北整个东北部地区 还有东部地区其实都有震雨或者是雷雨 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雷雨 而到时候沿海的风力大多可以达到震风9级以上 所以非必要一定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整体的天气状况一直要到下周四 台湾慢慢远离之后 这样雨才会虛缓下来 剩下北部地区跟东半部有局部的震雨 而晚上开始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天气就会转凉 要准备好迎接秋天的到来 最后几点气象小精灵要提醒大家 准台风接近中要注意风雨 而且在下周一到下周三的时候 会是风雨最长的时候 可能会发布海上跟陆上警报 最后带你来关心到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